欢迎进入百科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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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让人健康 所以我就来了 应该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都希望能够得到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才能够让自己健康长寿 说到这个良好的习惯呢 今天我们要摆出一个非常威严耸听的话题 就是我们之前的饮食习惯 都不对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我们的嘉宾带来了一个非常劲爆的观点 就是说吃主食就是我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们问一下三位 小龙你平时以什么作为主食 我一般吃一些土豆 面包 小燕子 我们一般都是吃米 我是西北人 所以我以面食为主 我是北方人 我从小也是吃馒头 面条 烙饼 花卷 糖包 豆包 西饭 都是吃这些长大的 其实我们这个南方人可能更加单一一点 今天我们的嘉宾到来 不管之前还是北方人都吃错了 都否定了 那我们赶紧请出这一位营养学的专家 有请国际知名营养健康大师 林海峰先生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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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看百科全说 打百科考题 欢迎参与多为女性手机 短线互动 分享生活的智慧 手机编辑A 发送到1066-988-295 你来爱美上家俱乐部 就有机会赢取多为女性手机 还有机会派对春天的约会 本期精彩看点 所有的专家都说均衡的营养 如果你有主食 怎么可能会有均衡的营养呢 饮食当中一些误区 精米精面没营养 这是肯定的 因为它除了提供热量 不可能再提供其他的什么营养 米饭里面的碳水化合物 简称多糖 早中晚大部分都是糖 能不得糖尿病吗 鸡肉 脂肪都是好的 大脑70%以上的组织 全部都是由脂肪构造的 如果你的食物当中没有脂肪 你很快就会失去生命了 如果你选择不吃米饭面条 多吃菜 你一辈子都不会胖 有请国际知名营养健康大师 林海峰先生 欢迎 欢迎 林老师 你好 林老师 林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问一下老师这个观点吗 就是说我们平时每天吃的主食 这是一种错误的饮食方式吗 其实不是叫做错误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问题 它不是以错对来分的 而是以看问题的角度 是否完整 全面 当我们说主食是错误的饮食 如果我们倒过来不这么讲 全世界都认同了 就不觉得是其他怪论了 所有的专家都说 人的健康要仰赖于均衡的营养 没错 对 均衡 如果你有主食 就代表你的食物当中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那种食物 你怎么可能会有均衡的营养呢 哇 均衡的 好像有道理 我们有道理 我们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我们 从早到晚主要就吃这个东西了 对呀对呀 那你不偏食吗 但是你看我也能长这么高 我是吃满 还有花卷 你知道有个很小外强中干 那您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也只有中国人才会认同说吃饭有主食 对的 这个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一个误区 我估计很可能是因为 中国人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贫穷阶段 在贫穷阶段的时候 就会显用一个相对比较廉价的 比较容易购买的 比较容易吃到的食物 作为主要食物 而且这个东西一吃就饱 先把温饱 对 每次我们去点西餐的时候 看它的主菜 它并不是说主食 对 西方相对而言呢 它没有主食之分 它相对而言是一个完整的拼图 了解了 这样一说我们觉得好有兴趣 对 我欢迎老师 来 老师 老师 说到营养 说到长寿 我曾经看到有的一些书上就会说 人至少可以活到一百岁 现在我们之所以没有活到一百岁 是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正确 生活方式不正确所导致的 那我们想问一下 您觉得这个人的平均寿命应该究竟是多长呢 目前为止我看最高的就是活到一百二十岁左右吧 一百二十岁 它相当于人类在发育阶段以后的八到十倍这个范围 发育阶段是什么 如果你十一岁发育的话呢 八倍就到八十岁了 如果你十三岁发育的话 八倍就差不多是一百多岁了 按照正常的一些规律来推算的话 人的年龄都应该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我一定要好好学 这个东西要证明的 因为我三十岁还在发育嘛 所以我 哇 就是您刚才的一个测算方式 就是从它的生长发育期开始算 对或者你可以从它的发育结束的时间算 比如说它最后一个牙齿长出来 比如说是二十五岁 那么它的生长完全结束了 那么大概乘以五到六倍 就是它最终的寿命段 五到六倍也差不多是 也是一百二十岁左右 对它所说的最后一颗牙齿二十四五岁 可能是我们把智齿都长全的时候 对 你们现在都长智齿了吗 所以我现在呢就特地 没有 特地挖掉一个牙齿 让它这个五十岁再长 别挖掉的这还能长出来吗 所以呢老师说 总要有希望嘛 你不能像我这样违背自然规律 就是说你拔掉一颗牙齿再等它去长一样 对 这大概正常的寿命是一百二十岁 可是现在 我们都觉得活七八十岁就算是高龄了 对 七八十岁其实刚刚属于初恋阶段 假设你活到一百二十岁 岂不是八十岁可以开始谈恋爱 一百岁可以开始生孩子 那现在我们都属于早婚早恋的 太早了 所以现在哪个国家的人口寿命是比较高的 我正好刚从瑞士回来 那里我认为长寿的人口比例最高的 大概一万人当中就有四十个人左右 一百岁以上 一百岁一百岁 好很多倍 好吗 很多倍 我去那半个月我很不习惯 吃西藏之前先吃一盘子草 一般来讲如果你不习惯那边的饮食 可是你又想多吃 那你肯定会选择跟你习惯比较相符的食物 没错 没错 这样的情况下你虽然去了欧洲 其实你的胃还在中国 那我们通常会觉得在国外点吃的 因为国外没有什么游水 不像中国那种游水可以看得到 所以中国的那个饮食习惯 你坚持了这么久 你去国外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不过呢 你也要意识到模特比较多的 个子比较高的 运动比赛比较有水准的 大部分都在欧洲 因为我们都说他们从小都是吃肉长大的 他们不是从小吃肉 他们从小吃的很丰富的食物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第一盘的草 第一盘的那盘草里面至少有八种以上的蔬菜 而且这个所谓的草呢 代表你还没吃它之前它还活着 不像你吃的那个菜 大部分都被炒成像木乃伊那个样子 老师菜叶应该是什么样子啊 第一个它是活的 活的代表它里面有很多活性物质 第二个呢这个没有炒过的菜呢 它的水分很充足 而且这个水分呢相当于蔬菜的血液 你炒过之后呢 这些已经完全都没了 可是你没有炒之前呢 这个蔬菜的血液进入你的身体 可以直接帮助你清洁血液 吸收 OK同时呢纤维没有被破坏 维生素没有被破坏 蛋白质没有被破坏 里面的脂肪也没被破坏 所以它从小一直吃没有被破坏的 完整的活着的新鲜的食物 而你从小都吃已经死的半死的 所以你想想它老得快还是你老得快呢 我老得快 稍微一交流呢 是已经带到我们中国人的一些饮食误区 对 看来我们吃东西有误区 对 那我们通过一个题板来了解一下 老师给我们总结的饮食误区 好不好 好 这是林老师给我们总结的 我们平时在饮食当中一些误区 先来看第一条 吃食 煮食 等于偏食 精米精面没营养 亦导致慢性疾病 下集精彩看点 很多的慢性疾病都跟精致的米面有直接的关系 米饭里面的碳水化合物 进入身体不是转化成脂肪 就是导致糖尿病 食肉有害健康是个 是个肩甲错案 天然的脂肪肯定是好的 它可以帮助你隔离外界的细菌病毒有害物质 夜吃不爱吃早餐 夜吃少吃饭的人将来就会越来越盼 所以现代社会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合理的饮食结构了 今天我就要教大家一个消除辣椒疼痛感的小妙招 好 这是林老师给我们总结的 我们平时在饮食当中一些误区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 吃主食等于偏食 精米精面没营养 亦导致慢性疾病 首先呢 如果你不吃主食 你就不得不吃更多的菜 如果你吃的菜的种类增加 你的营养会不会更均衡 会 如果你吃了主食 主食份量这么大按碗算的 一吃进去之后肚子是不是很容易饱 真的 你注意到所有吃主食的人都有一个习惯 主食一吃完就不再吃菜了 有吗 因为他吃菜是用来配饭的 对 我跟你说我可以菜只要一点点 因为特别好饮 尤其是那些老年人经常把菜弄得很咸 然后咬一口赶快吃很多饭 你可以算得出来他究竟有吃多少菜 他哪来的丰富的营养 而且呢 中国人的主食基本上都是面食 米饭 这一类的高淀粉的食物 很多人把它称作淀粉的时候 就忽略了它的本质 淀粉实际上就是痰 它叫做多痰 所以下面这个问题 金米和金面没有营养 这是肯定的 因为它除了提供热量 不可能再提供其他的什么营养 蛋白质几乎没有 纤维几乎没有 维生素B族全部都过滤掉了 然后呢 矿物质也非常少 你吃它干嘛呢 我们就觉得吃了这些主食之后 比较容易饱 要不然干活好像没有劲似的 不是的 你吃了这么多呢 代表你吃了很多热量 如果你真的干了很多的活 那还有点道理 可是现在人吃完这些主食 其实不是站的就是坐着 没有这么大的热量消耗 同时这些主食里面 产生严重的偏食 就是说你的一餐当中 你的食物当中的糖 占了80%以上的比例 你的早餐可能西饭配馒头 配油条 配包子 这相当于淀粉 配淀粉 然后再配点淀粉 最后再配点淀粉 然后走的时候再配点淀粉 所以就好单一哦 可是老师我们那边的人习惯了吃面 比如我现在到南方来 我如果一天不吃面 我心里不踏实 这个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上瘾了 你对谈上瘾了 这怎么办呢 脱颖了 脱颖了 现在开始养成习惯 把菜单饭吃 您说不吃饭 那能活吗 我已经十年没吃了 你看我活得怎么样 天呐 你十年没有吃过米饭 我们改吃那些草了 那面呢 面其实就是碳水化合物啊 您也不吃面 蔬菜水果里面都有碳水化合物啊 山药 地瓜 南瓜 土豆 芋头 还有大豆 小豆 小米 这些都是可以提供 碳水化合物的 我们不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也就是说您十年都没有吃米和面了 我没有吃 我太太没有吃 我全中国我所调理的病人 第一条就是不可以吃米面 那你也不瘦啊 我赚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营养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摄取 你会看到你的父母亲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就是把饭吃完 对 把菜倒掉 对 因为我们从小就学嘛 出货日当午 汉地喝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我们就只有那一粒一粒才辛苦 粒粒皆辛苦 你就少吃一点嘛 这样的话 我们家乡卖牛面的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就都失业了 他们可以卖菜 卖米呢 米的种植收割时间很长 占用土地面积很大 会导致森林占用 如果你改成种菜 它生长周期比较短 卖的价格比较高 如果都以卖菜为主 吃菜为主 一下子就富起来了 我们一直以来沿用的这种饮食习惯 其实它的好处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其实当年 把米饭做为主食 的的确确是有一个历史背景 你看那个时代 我们要配粮票 表示吃不起饭 所以一改革开放 我们吃得起的时候 狂吃 不过呢 另外一个浅诚的原因 那是因为吃饭很容易吞咽 不需要怎么咀嚼 对于忙碌的人来讲 它是一个快仓 它可以很快吞 不会累就可以吞进去 对 如果你要吃肉 你要一直咬 咬 咬了半天才能吞一口肉下去 所以你要把肉作为主食 在生理上是非常难做到的 这个呢 如果你要吃蔬菜吃过量 举个例子 你要吃空心菜吃过量 不容易 因为它要一直咬一直咬 空心菜你没有咬烂吞进去 你简直会卡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所以大多数人选择米饭 面条作为主食 它的浅诚原因 是因为它在忙碌当中 能够在短时间吃完的 但是菜 你基本上 你一个小时中午 如果我给你上六盘菜 你可能要吃两三个小时 你就来不及上班了 但是吃面条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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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下去了 因为它容易吞 吃菜为什么不容易饱 欧洲人为什么吃饭的时间很长 就是因为他把那个菜慢慢吃慢慢咬 慢慢吃慢慢 可以吃很多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小 我们妈妈爸爸都说 每次你吃 你要咬一百次 对 然后吞下去 如果你是咬青菜 你不多咬几次 你吞也吞不下去 用不着你妈妈规定 你吃狼儿狼会多咬 对 可是米饭你无聊 在那边咬一百次 早就已经烂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不需要我们咬到一百次 如果要是说 把这米熬成粥的话 你更不用咬 你就喝进去了 呼噜呼噜就都喝进去了 所以呢 这就使得人们 依赖了 就像他讲的 上瘾了 对这种方便食物 上瘾了 很容易吞咽 食和那些赶着上班 中午来不及吃饭 吃快餐的人 作为主食 OK 可是呢正是因为 这样的主食概念 导致了中国 尤其是这些上班阶层的人 严重的偏食 所以他们大部分 一边上班 一边头痛 一边体力不足 一边精力不够 因为所有 保护身体的这些营养 他根本没吃着 了解了 好 它是米当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我们把它做成主食了 哦 我们吃了那么多年 那个精华的部分呢 是米胚芽 那个部分含有维生素B 蛋白质 那个部分都打掉胃猪了 啊 所以猪长得又肥又壮了 还有中国字那个白米饭那个饭 如果你拆开来 你看哦 叫做吃饭了 哦 真的耶 十字边 一个饭 吃饭了 是我们老祖宗一直交给我们颠倒的吃吗 其实中国的老祖宗是吃不着多少米饭的 因为中国的农业在古代并不是很发达 所以大部分生产出来的粮食 都要给官府和军队 自己普通百姓是吃不到多少饭 只能多吃菜 所以中国以前的百姓如果不是战乱饥饿 他们的寿命都比官府的人要残 但是那些皇家的包括皇帝和那些当官的反而寿命都短 因为他们吃的都是精致的食物 米饭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简称多糖 它要被身体利用就需要那些蛋白质维生素B所制造的酶 又称作酵素 没有这些酵素这些糖根本不能被利用 所以进入身体不是转化成脂肪 变成肥胖或者影响心血管 导致血液当中的血粘度提高 要么呢就是导致糖尿病 哦血糖过高 对所以如果你有足够的维生素B 你有足够的蛋白质微量元素 那么糖内才可以被合理的利用 哦 所以吃精里精面真的容易导致慢性疾病吗 会导致什么样的慢性疾病 首先呢 你想想你一碗一碗的糖吃到身体 第一个 这些糖当你的热量没有消耗那么大 它就转化成脂肪 血液当中的脂肪开始越来越高 血管就会被阻塞 血管被阻塞就会引起各类的心脏疾病 三高 第二个糖尿病也是由此发生的 当你每天早上一碗西饭 中午一碗干饭 晚上两碗干饭 就意味着你有四碗的糖进到身体 这个时候这些糖在血液当中慢慢升高 你也会引起糖尿病 再来呢 过多的这种热量摄取 它会促使身体的代谢速度加快 也就是老化速度加快 所以很多的慢性疾病 其实都跟精致的米面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知道糖尿病 中国是世界上排在第一位的 它肯定是第一位的 发病是最高的一个国家 对 就是跟我们吃的这些东西有关系 有关系 你想想你来来去去找中晚 大部分都是糖 能不得糖尿病吗 了解了 其实我们在中地里面讲的主食也并不是金米跟金面 对 它讲的是五穀杂粮 五穀杂粮实际上我们说的多做的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大家一瞒 你要去找五穀 还要去找杂粮 做一餐饭 做一餐菜 你就会发现你花的时间很多 对 所以现代社会凡是跟时间发生冲突的都有可能被淘汰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就必须再进一步的思考 怎么样重新建立一个合理的饮食结构了 所以我现在忽然想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慢性疾病 对 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大部分吃的都是南瓜啦 土豆啦 芋头啦 地瓜啦 这东西会很多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米和面供给你吃 对了 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慢性疾病 那个时候都很少见 对 那我们来看第二条 第二条是天然脂肪都是好的 对 吃肉有害健康是个误会 是个严甲错案 他不是吃肥肉就全都长了脂肪 就都胖的 天然脂肪指的是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你见到很爱吃肥肉的人 基本上没有是胖的 正好倒过来那些一点肉都不吃的人 都在跟你说他喝水都胖 对对对对对 OK啦 既然他喝水都胖 为什么还把脂肪作为胖的理由呢 对他已经很多年没吃脂肪 他还是越来越胖 为什么还怪脂肪呢 人家脂肪都不跟你来晚了 你还要怪他 没有他们是会觉得自己之前基础打得太好了 小的时候太能吃了 吃大鸡腿吃什么都控制不住 我讲的天然脂肪 如果你是油炸过的那些脂肪呢 比如说炸鸡翅 炸鸡翅通常外面包着一层淀粉 然后再加油来油炸 那么那个加的油一般来讲 它都不是很好的油了 这些油都是经过氢化的氢化油 所以这个油本身也不是好的油脂 因为它经过加工的不是我讲的天然脂肪 加上它是包裹成一层淀粉 这个叫火上加油 所以热量就变得非常高 所以这个部分的食品会使它发胖 另外一个呢 现在的小孩有太多的点心 有很多的饼干 其实就是换了一个服装的淀粉 只不过画了个装你不认了它而已 现在的小孩 其实他们真正的食物吃的量都不多 因为他们已经偏食偏向主食这个方向 所以你去问的大部分的小孩 蔬菜都吃得很少 水果都吃得很少 所以它一开始就营养不均衡 那么天然的脂肪肯定是好的 为什么呢 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要想能够构造出来 这个细胞要存活下去 必须有一个叫做细胞膜 这个膜就是由脂肪构造的 举个例子 如果这里呢有一盆水 你把水要吹出泡来在天上飘是不可能的 你得加一点肥皂 那么加一点肥皂之后 你就会把那个水吹成一个泡 那个泡就会在天上飘 表示它的弹性是不是增加很多 对 OK 你有了这层脂肪呢 它就可以帮助你隔离外界的细菌病毒有害物质 包括你皮肤表层如果有层脂肪 那么你就不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 这层脂肪在阳光脂外线的造色之下 还能够转成维生素D 然后还有利于你钙的吸收 以及磁极素的制造 然后你血管 以及你身上的每一个磁器 外面都有一层膜 这层膜也都是由脂肪构造的 你的大脑 70%以上的组织 全部都是由脂肪构造的 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如果你的食物当中没有脂肪 你很快就会失去生命了 另外脂肪也会保存你的体温 但是三高不都是因为脂肪多造成的吗 脂肪过多 这个部分呢 是我很想跟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认真讲的 我们身体有一个系统 我们叫做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的意思就是 当你把食物吃进去的时候 不管是蛋白质还是脂肪 它都要被分解 所以你吃的脂肪 不管是猪的脂肪还是鸡的脂肪 进到你的血液当中的时候 已经都不是那个脂肪了 全部都被拆掉了 拆成肝油和脂肪酸了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消化系统 是一个拆卸部队 它把你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 都拆成小分子的零件 然后再由你的肝脏合成身体所需要的物质 所以你血液当中的脂肪 不是你吃进去的 就是这个脂肪不是在我们身上的脂肪 它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可能吃猪肉的脂肪 斩猪的脂肪出来呢 重新拆分 我们再重新组合 你的消化系统会把你不需要的东西 全部拆掉排出体外 把需要的东西变成小分子 尤其是脂肪 它是通过淋巴细胞吸收 然后进入人体之后 根据你人体的需要 制造身体需要的脂肪 所以如果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太高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某种脂肪 而你又没有摄取 身体不得不把你所吃的糖类 转化成脂肪 留在体内 你去看我们的父母亲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大部分吃不起肉 对 在闻这一段 到了中年 是不是就算吃得起 也尽量让孩子吃了 这三餐究竟吃了什么 你就会看到他们真的早餐就是西饭配油条 配包子 配馒头 淀粉配淀粉 再配淀粉 然后再配点淀粉 然后中午吃的呢 米饭吃了一碗又一碗 菜吃了一根加一根 你想想他从小到大吃的食物都是淀粉 那你再看他并没有吃过多少肉 他的三高跟肉有什么关系 跟脂肪有什么关系 真的 那今天以后我们就是狂吃肉 这个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吃下来 你说狂吃肉 狂吃肥肉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拒绝你这么吃的 因为呢 脂肪的消化 是要靠肝脏分闭的胆汁来消化的 也就是说你肝脏有一个功能是专门用来消化脂肪 表示脂肪在你的人体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同时呢 你身体里面所有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E维生素D维生素K 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 它都必须溶解在脂肪才能被人体利用 所以脂肪是好东西 对 你体内有很多的毒素 有一类是水溶性毒素 有一类是脂溶性毒素 那么脂溶性的意思就是 只能够溶解在脂肪里面 才能够被带出体外的毒素 如果你的食物当中没有脂肪 你就无法把它带出体外 那这个毒素就存留到自己的身体里 所以你的肝脏有一个功能就是帮助你消化利用脂肪 一旦你的胆汁分闭不足 你多吃脂肪 你根本无法消化 无法消化就会排出体外 进不到你血液当中 嗯 所以肝脏不好的人你会自动怕吃肥肉 对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你会吃肉吃肥肉过量 因为你还没有等到过量 你的身体已经产生排斥 令到你不敢吃下去 几个例子 我现在请你吃一块东坡肉 好 很好吃 你咬一口还可以了 整块吃掉你已经差不多了 对对对 如果你今天吃一块东坡肉 明天吃一块东坡肉 后天还吃一块东坡肉 在大后天你听到东这个词就已经发抖了 这个天然脂肪到底 如果它是天然的 比如说没有拿来腌制 没有拿来油炸 它只是一般的烹饪 比如说红烧啦 比如说蒸啦 比如说煮啦 那么不管它是牛肉 还是猪肉 还是羊肉 你都不需要害怕 包括海鲜吗 海鲜也不用害怕 只要它是安全的来源 OK那中医经常讲 鱼生火肉身痰 就是说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 因为呢脂肪是在淋巴那里吸收运用的 那么淋巴在运送脂肪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有不好的脂肪 不容易被代谢利用的脂肪 它就会转换成痰突出体外 所以重点是你要吃天然的脂肪 你不要过分加工 高温期加工的时候 它就被破坏 被破坏之后就很难被利用 很难被利用的脂肪就是有害的 所以您说的这个天然脂肪 我们尽量不去腌 不去炸 对 那我们经常听说的一些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 一般来讲 它就本来不是脂肪 比如说你吃的糖类 它在身体里面 它经过转换 转成身体的脂肪 这个叫做转式 或者叫做反式脂肪 那么它转过来的时候 它的分子比较大 然后没有经过消化系统 直接进入身体内部 所以它的分子一大就容易造成阻塞 这种脂肪就对你有害 所以一般来讲 最好你吃天然的食物 比如说你吃生的坚果类的食物 你吃海鲜 这里面的脂肪呢 都是天然的脂肪 不是反式脂肪 也不是转式脂肪 所以它的利用效率都很高 有一些加工的油里面 就有反式的脂肪 所以我们选油应该很重要 对啊 去超市选油的话 对 目前为止安全一点的油呢 橄榄油或者芝麻油 这两种都是比较好的 芝麻油就是我们说的香油吗 香油 香油如果你是手工榨取的 不是工业榨取的 不是在高温状态下的 那么在低温冷渣状态下的 它没有被破坏 那么它的脂肪很好用的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牙疼 你喝点这个芝麻油 你可能马上就不疼了 你有牙中盐也可以处理 但是我们好像一般不用芝麻油来炒菜 因为我们习惯把它作为一个香料 调那些草呢 对 对 对 它猪油呢 猪油其实也是很好的油 你看我们在改革开饭之前 家家夫妇都是用猪油 对 对 对 没有人有出战病啊 没有人有心血管疾病 很少的啊 说明根本不是猪油的问题 现在反而很少人用猪油炒菜了 对 所以说这个天然脂肪 其实涵盖很多 除了我们听说的什么鸡鸭鱼肉 然后就像刚才您说的天然的坚果 坚果类 也可以从其中 对 对 受到这个天然的脂肪 你看豆类里面也有 豆类 对 然后一些种子类的食物 比如说葵花籽啦 南瓜籽啦 松仁啦 这些都含有一定的脂肪 这些都是很容易被利用的 那什么油有问题呢 如果要讲的话呢 我觉得一般加工过的那种氢化的油啊 氢就是氢氧的那个氢啊 氢化油这种油其实它已经变成从不饱和变成饱和 它这种就是属于叫做反式之凡 它的利用价值就很低了 可是老师我们说买油的时候 可能他上面不会写的说是这些啊 我们怎么能辨别这个油的问题 我想我们需要通过全民的意识来促使所有的不够合格的产家能够有所进步 我们不能说仅仅是挑选一个我们想要的食物 我们必须发出点声音让我们的食物安全能够有所提高 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要是我们不能判断超市里的油是否安全 那么我们不如在家里自己耗一点猪油 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阿老师在国外每一个产品都有两种的脂肪 一个是反式的另外的是叫饱和的 那饱和对我们身体有害吗 对不起哦应该不是这么标识 真正的标识是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 这不是叫做反式 其实饱和脂肪跟不饱和脂肪在人体里面都有用途 它按照一定的比例被使用 只不过因为不饱和脂肪的来源比较少 所以我们会把它列为营养当中比较重要的来源 那么来源比较多的是饱和脂肪 所以一般的人都会欠你不要多吃 可是欠你的人没有注意到 你原本就没有多吃 那我们来看下一条 吃了不能被利用的等于毒 等于一个麻烦 一个麻烦 对因为你吃进去身体的东西 只要进了身体 对身体来讲 要么要拿去用 要么要把它排到体外 如果你吃进去不能被用 又不能被排除体外 那对你身体而言就是个负担 你的身体主要的能量 要用来维护你的生命 如果用来处理这么多的垃圾 那么这些负担对你来讲就是有毒的了 所以不被利用的这些也会导致我们长胖吗 对的 几个例子你今天特别疲劳 你吃的肉类米饭本来这个肉对你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今天特别疲劳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消化能力减弱 你消化肉类的能力就减弱了 这个时候呢 肉类不容易被消化的时候 它在胃的时间停留太久 经过高温 它就开始变质了 这个变质所产生的毒素就会对你有害了 所以没有绝对说哪种食物是不能被利用的而是看你身体的一个综合的状态 对所以你看小孩子他们刚开始吃炸鸡吃吃各种各样的饼干糖果可热什么都吃 那么他的小时候反而也没太大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他身体解毒能力很强 处理垃圾水平很高 机能很好 当你年纪逐渐增大的时候 你身体处理这些东西的能力在下降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乱吃了 老师既然我们如果吃脂肪很胖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出现这么多胖子呀 其实很多的胖子他们有两层原因 第一层他们吃了太多的米饭面条作为主食 它的菜很少 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它有一些空的热量 这些热量不能被利用就变成脂肪储存下来 这个是他胖的原因之一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人如果你选择不吃米饭面条馒头这些食物 然后把菜当作主食 那么多吃菜 这样的情况下你一辈子都不会胖 他们还有说胖是遗传的 真的有遗传这个说法吗 遗传是指如果你的父母亲你的祖先经常挨饿 当然也包括你 如果你经常挨饿 你的身体呢为了救你的命 因为你是饿不起的 如果你身体里面缺乏能量 身体就得想办法帮你储存能量 所以你的父母亲如果都是经常挨饿的 比如说我们的祖辈 他们在大冷天里找不到食物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基因 这种基因就会帮助你储存脂肪 因为呢你能量不够储存多的脂肪 有助于在你能量不够的时候转换能量来制止你 所以因为脂肪作为能量的储存方式 它就比较有效力的 如果你储存的不是脂肪 而是碳水发合物 那么你体重要比现在多一倍 因为碳水发合物转换热量的效力 只有脂肪的二分之一 低于脂肪 所以身体把碳水发合物转换成脂肪 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储备了一个粮仓 所以那些越吃不爱吃早餐 越是少吃饭的人将来就会越来越胖 因为你越是少吃 你身体它必须救你 你可以乱来 它不能乱来 所以你越缺乏什么 你的身体越会帮你储存什么 所以我们经常就会有人说 我都不怎么吃东西了 人家吃饭我看着 人家坐着我站着 这倒不了了 这肉还全都长到我自己身上了 所以倒过来讲 基本上只要你不吃米饭面条 你吃得越多 你就越容易瘦下来 这个好消息 其实他们就说真正的美食家 没胖子 他吃很多 他都变得很结实 然后他的水分都过滤掉 然后身体不需要储存脂肪 因为他的能量支持很够 好了 那我们身体排毒的方式有哪一些呢 快乐生活百科全说 明晚7点30分 百科全说 整体自然医学疗法创始人 林海峰老师 继续为您讲解 如何正确的饮食 才能把体内的毒素排泄出去 经常做饭的朋友 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每次当你切辣椒的时候 因为你的手接触到辣椒籽 所以切完之后 总会觉得手像火烧一般的疼 而且这种疼会持续很久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大家一个消除辣椒疼痛感的小妙招 只要把白酒涂抹到有火辣感的手上 然后用清水洗手 再擦干 连擦三遍 这症状缓解即可 因为辣椒中产生的辣味物质 是一种称为辣椒素的辣椒碱 切辣椒时 辣椒素粘在皮肤上 会使微血管扩张 导致皮肤发红 发热 加速局部的代谢率 而辣椒碱可融于乙醇 所以乙醇类液体白酒 就能够去除辣椒引起的疼痛 请记住 一般的低档白酒就足够起到作用哦 维生素稀的含量吃到3000毫克 你的寿命可以延长大概12岁 维希抗癌全世界公认 你只喝苹果汁 汤蜜瓜汁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去掉品了 高血压 心脏病 都跟缺B有关 所谓方便食品 蔬菜水果是第一 从小爱吃鸡蛋的人 一般皮肤都非常好 碳其实主要是因为吃得少 吃得多的人本来就不容易碳